谁能想到为了能撞飞500 陈一迅连片仇都不要就赶来了 当初在拍摄《新警察故事》时 小峰父亲一决定了500老师来演 没错就是那个观众花钱给他唱歌的500 虽然出场戏份不多 但500却是相当敬业 剧中他刚出便利店就被撞飞 到最后躺在地上全程没有用假人 而细心的网友可能会发现 开着卡车撞500的那个人就是陈一迅 坊间传闻在定了500的角色后 陈一迅一听能撞飞500 还特意给导演打去电话 宁愿不要片酬也要出演那个货车司机 甚至就连撞飞500的货车 都是陈一迅出资赞助 看得出来他对500的怨气是一点不小 除此之外 还有剧中主角的人选也是相当趣者 本来导演定好的男主是哥哥张国荣 可惜2003年哥哥纵身一跃 打破了导演陈沐盛对新电影的畅想 但投资经费已经到位 筹备人员也安排好了 悲痛之余 陈沐盛指了重新考虑男主人选 最后便拉来了成龙旧场 因为考虑到换了主演 和之前几部警察故事的影响力 导演便将对剧中文武器的比例进行调整 最终才呈现在观众眼前 另外片中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点 就是反派吴彦祖 作为广大男人的形容词 他的帅是有目共睹 按理说这样的形象出演一个香港富二代 那是绰绰有余 可正是这样一张脸 在试镜时却让导演犯了难 在选角时 导演曾问过成龙有没有好的推荐 成龙一想还真有 随即就打电话给吴彦祖 可导演本来是想找一个能打还够狠的演员 来饰演片中的大反派关祖一决 而那时的吴彦祖靠着俊朗的外表 总是结一些美少年的角色 这就让导演对他保持怀疑态度 恰巧此时遇上试镜的安智杰 他凭借脚尖的伸手赢得导演青睐 一度想让他来出演观祖 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的两位都是新人 可耐不住吴彦祖的经纪人和成龙关系好 就这样 在角色即将敲定的时候 成龙带着吴彦祖走后门进了剧组 但这却让导演翻了难 他既不想搏了成龙大哥的面子 也不想放弃安智杰 就在导演陷入两难之际 刚好看到吴彦祖在特警新人类中的表现 在那快要溢出屏幕的很辣劲中 还透露着一丝神经质 这吴彦祖和导演心中 关祖的形象不谋而合 于是当即拍板 可安智杰他又不想放走 于是就有了一个在剧中打成龙的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 但凡这部剧在晚拍几年 那关祖到底是谁的 可就真不好说了 除了拍戏时的角色外 当初剧中的高为名场面 放到现在也是让人赞不绝口的程度 要问以前的演员拍戏有多拼 看看新警察故事就知道了 在这部电影中 所有危险动作都没有提升 要的就是真打真感觉 这就导致谢霆锋出演角色后 都没有保险公司敢接他的单 全部将其拉入黑名单 因为他压根不是在拍电影 而是在玩命 在电影刚上映时 不少人看到谢霆锋 被吊在楼顶的样子 属实是震惊到了 因为他被绳子勒得脸红脖子粗 牙关紧咬 面部肌肉抽搐 还一度只翻白眼 怎么看都不像是演的 因此在当时 有不少人都夸他演技好 演什么像什么 殊不知那根本就不是演的 而是来自本能的生理反应 由于当时那个年代 绿木特效技术还不算成熟 所以很多危险的戏份 都是要求真上 再加上跟谢霆锋 一起拍戏的是成龙 这大哥一向都是干什么自己来 就像之前的龙兄虎弟 要求是从悬崖 跳到对面的热气球上 当时悬崖的高度 是让人站在边上都心慌的程度 但成龙大哥还是跳了 好在最后顺利完成 还有警察故事中 有一段从楼上借助灯带 往下跳的戏份 成龙大哥也是说干就干 因为有着这样一位 拼命的搭档在身边 让谢霆锋身受感染 于是在剧组拍摄危险戏份时 谢霆锋也拒绝用提身 兼职自己亲自上阵 只是没想到 这次的勇敢现身 却让他差点卡在当场 当时有一段戏 是谢霆锋饰演的小峰 被阿祖吊在墙面上 滑下来的场景 看起来就十分危险 本来前几次都完成得好好的 结果到最后一次 原定应该绑在腰间的绳子 却在示范过程中 勒住了谢霆锋的脖子 这一下传来的压力 让谢霆锋感觉呼吸困难 想呼救却无法发声 画面中他被勒得直翻白眼 其实就是真实反应 好在整个画面的 近景的拍摄时间并不长 工作人员也及时发现不对劲 赶忙将谢霆锋拉上来 可由于长时间的缺氧 还是导致谢霆锋休克 最后多亏抢救及时 这才捡回条命 无度有偶 同样的跳楼 同样的一根绳子 同样的危险戏份 谢霆锋在新警察故事中 又经历了一次 当时在拍摄一场 谢霆锋跟着成龙大哥 跳楼的戏份 即便吊着微牙 但仅凭一根绳子固定 从26楼滑行至1楼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当时考虑到戏份的危险性 再加上谢霆锋这类戏的经验 不及成龙大哥多 所以就想着用提身解决 可谢霆锋看一旁的成龙 说跳就跳 自己也很是心动 想尝试一下这种刺激的感觉 于是便拒绝了导演的提议 打算亲自上阵 为了拍清楚特写 摄影师也和谢霆锋 一同调上了微牙 但由于两人下落时的不同频 和谢霆锋的一些本能反应 导致这个画面拍摄了四次 谁料意外却发生了 在谢霆锋快抵达地面的时候 工作人员突然发现 原先计划好的着落点上 有一块小石头 这要是落在石头上 后果不堪设想 可此时再去叫停微牙 已然来不及 不过好在最后快到地面时 他自己停了下来 这才有了剧中的经典场面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想了解更多的电影精彩幕后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